好 請主委 官員好 主委好 很艱難了 很艱辛了 雖然上任才一個多月 但是大家對你們的期待 超乎你們的想像 那你們應該要更加倍的努力 我希望主委不要留著一個 很不願意來 然後不得已來了 我們不需要一個意願不高的人 來當我們的部長級的國家領導 了解 既然來了會很努力做 沒有問題 在上一次的質詢當中 那在上一次的質詢當中 我問了你的1000億基金 要多久之內執行完畢 要多久之內執行完畢 你告訴我兩年要執行完畢 換句話說 一年要執行500億 這500億呢 是民間投資超過500億 而信用貸款要執行500億 是投資 民間的投資不可能是三兆 你們去投資事業處問就知道 那個數字是產不忍睹 是產不忍睹 這樣計算的喔 500億一定是民間投資對不對 對 是好 那我們就看看你是不是一年 能夠帶動500億的民間投資 這是第一點 因為你們過去 我看過國發會曾經有一筆 生物科技的基金 成立到現在 我拿到你們一張公文 你看一下這一張公文 告訴我 你們這個基金本來是希望 能夠匡600億的基金 然後來執行完畢 投資在生計產業上 從98年到現在 連第一個240億都沒有做 你知道一個案都沒有啊 一個案都沒有的創投基金啊 國發會曾經手中 是這樣執行過計畫的喔 創投計畫是曾經 八年一個案都沒有 98年到今天 是一個案都沒有喔 所以你這500億 一年之內要執行 兩年要1000億 這沒有那麼容易啊 主委 對 真的不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啊 對 不跟委員報告這個 這是你們國發會 去做創投的基金啊 沒有人來申請啊 如果百花齊放 大家都在投資的時候 你們的國發基金 自然能夠溢注啦 所以本席告訴主委 一個很大的關鍵 為什麼像這樣的國發基金 會八年來一個案都沒有 因為你們的門檻非常高 你們簡直是替財團所設計 你現在有一千億的擴大 要讓民間去做信用貸款做投資 可是你的國發基金的創投 如果沒有配合 這一千萬的投資的所需 加進來的話 你就沒有相成效果對不對 所以你未來國發基金創投的規劃 配合你一千億的執行之間 要把它做好連結好不好 那這個案例我就讓你知道 這個案例為什麼沒有辦法執行 連一個案都沒有 因為你們沒辦法連結 生物科技產業在民間 它最大的是中小企業 我們看一下這一頁 中小企業佔投資在1,100萬到5億之間的生計產業 它總公司就佔40.7% 是這樣的比重的時候 我的創投基金只投資什麼項目 只投資總募資金額要50億以上的你才投資 你就連結不起來了 主委你這500億的投資可不可能像這個樣子的門檻說 我50億募資我才要給他500億的信貸 不可能嗎 不可能 那我如果信貸的一千億 一千億的信貸跟我的創投做一個連結的時候 我去刺激民間的投資百花齊放 然後政府扶植他共同投資 做不做得到 對這樣才會有效果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這個案子 其實後來我的了解 就是因為民間現在對生計創投 本來意願就已經很高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民間資金 他們去上市啊 他們去上市櫃啊 可是廣大的中小企業群怎麼辦 你們沒關注嘛 重點還是在那裡啦 大財團所以你的設計就是徹頭徹尾錯誤嘛 你為大財團設計創投基金 結果大財團要的更多 他根本不要你那幾十億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上市上櫃 所以他們要不到你這筆錢 可是真正要得到你這筆錢的 廣大的中小企業群呢 門檻那麼高他們根本進不來 徹底去改進然後趕快把計劃拿出來好不好 就像是主委今天的計劃我一看其實也沒有到位 怎麼說我們來看一下主委喔 你從第一頁開始過去所做的區域建設 以推動之相關區域建設 你有辦法很具體的北中南然後東部離島 一區一區的告訴我們具體的計劃 現在正在做的 可是對於後續側進的做法 就變成大作文啊 對不對就變成口號跟作文啊 你就沒有辦法一區一區告訴我們你後來要做什麼 計劃都還沒有出來嘛對不對 都還沒有到位嘛 所以沒有錯 我們今天趙偉排這個還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督促你們趕快把促進區域經衡的 有關的經濟發展計劃跟基礎建設計劃 趕快做出來 是 是 了解 今天這個報告等於告訴我們 完全還沒有做出來 一個方向啦 一個方向性的 完全還沒有做出來啦 都還是一些基本的原則 說起來不好聽一點就是口號啦 跟作文啦 對不對 好 那譬如說 如果以高雄來講 今天無論是蘇貞金委員或邱志偉委員 在這裡都講到非常的生氣 都在談交通建設 主委 交通建設 我們有時候不是為了自私 而是為了國家的發展戰略 以國家的發展戰略來講 不是哪裡要就哪裡一定給 這個很麻煩 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都好像我們高雄很自私 可是主委 你要有發展戰略 整個南部生活圈 如果用 如果用軌道建設 把南部生活圈建設成像 北部生活圈一樣 那不得了 那是國家下階段 進一步發展很重要的基礎耶 那裡有海港 那裡有像屏東那樣的觀光區 那裡有台南那樣的工業區 那裡有高雄這樣的適合移居的港都 那裡還可以有國際機場跟海港 在一個很很小的範圍 一個城市的範圍 有陸海空快速轉運 那裡還可以做國家的門戶 那裡還是泛太平洋海運當中的中心點 那裡還是優質的深水港 那你高雄捷運就永遠停留在兩條 如果高雄捷運 它可以把台南高雄屏東整個串連起來 那個是國家非常重要的戰略思考啊 你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之下 它就有它的優先性 然後你再跟它的產業佈局去發展它的動線 我到底要到哪一站 我拿一個延伸線 是配合產業的佈局 然後是配合整個南部的生活圈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看不到國家 有這種大氣魄 我看不到 我希望新政府讓我們看得到 新政府不能夠再把國家的建設破碎的 支離破碎的這樣子再丟 這樣再分散 高雄捷運多可憐啊 我們兩條線 到今年終於可以轉虧為盈 別的地方 所有各縣市 所有的捷運 你們給的都是什麼 都是國家出錢 只有高雄叫我們要BOT 然後就停留在兩條BOT 現在叫你陸竹延伸線叫不到 叫你陵園延伸線 叫你屏東延伸線的時候 都跟我們講說 哎呀錢實在是不夠 那就是沒有發展戰略啊 主委 是我完全同意委員啦 這個真的是 這種發展戰略 就如同我們的大領埔千村 對 你們今天都沒有告訴我們 中油要簽廠了 我們高石化的石化 何去何從 我們的大領埔千村 還有將來中油 它的舊廠區 成為我們的都市的中心區 你知道過去就是孤島嗎 大領埔就是什麼 就是特種工業區當中的住宅區的孤島嗎 而中油就是什麼 就是最好的住商核心區裡面的孤島嗎 在住商核心區裡面 有一個重工業基地 然後在特種工業區裡面 有一個居住環境 因為孤島轉移做一做 整個城市會不一樣 你的孤島轉移政策在哪裡 高雄市現在非常需要的 就是這個孤島轉移 那你這個孤島轉移的大戰略如果出來 再加上南高屏生活圈的交通建設 基礎建設出來 我不相信什麼產業不願意來啦 產業佈局就會方便很多啊 那我大領埔千村的事情 是你們國發會的職責耶 真的跟委員報告 那一天那個張政委有協調過 那麼就是請進一步先把這個工作計畫提出來 那將來我們會有一個推動小組 什麼時候要成立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現在經濟部在提案中 所以我們會來督促 我等一下提一個案 你們什麼時候 多久之內會成立推動小組 一個月夠不夠 可能 一個月夠不夠 昨天提案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這個經濟部的這個實程 我因為不太能夠幫他回答 對 怎麼樣 他們叫做整個新材料產業跟循環經濟產業 推動的這個推動小組 我想是涵蓋的 我想是涵蓋那個涵蓋千村的計畫 就是產業佈局涵蓋大領埔千村的計畫 相關的推動小組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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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